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孙少奇 这段时间收到很多粉丝小伙伴的留言 说的想让我买网上一个神器 这个神器可以变出来水晶 然后呢我就在网上收了一下 还真有 今天给大家买过来了 造水晶神器 对话不多说 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么一小盒 全都是英文啊 咱也看不懂 真的能造出来水晶吗 盘呢 一个游戏垫 三个小石头 一个小凉杯 两包粉末 一个容器 就一个容器 一个说明书 好难的样子啊 光它的实验步骤就这么长 对于一个学渣来说 看这么长一段文字都已经够呛了 还要照着文字做实验 估计又要翻车了 实验前准备 请戴好一次性手套 将游戏垫平铺在桌子上 准备一个透明杯 一次性手套 里面送个一次性口罩就好了 就转了 转大发了 这个手套有点小 还有一个大口罩 这个手套戴不进去 是不是给我玩的 这么小几个意思 骑士手大的 准备一个透明杯子 第二步取80毫升的100摄氏度开水 直接倒入 乘用结晶物的透明杯中 用木制小棒搅拌5分钟左右 直至结晶物颗粒 完全融入水中 这个简单 我理解 小棒 倒到水晶里面 哇 都绿了 使命的嚼 让它完全溶解 好了 已经搅的 把结晶物 全部溶解了 把两个小石子 放到另一个瓶里面 把瓶 放到游戏垫上 把溶解好的水 倒入瓶中 这里面有4个小石子 说好的 只能放两 一个两个 把瓶放到垫子上 啥反应都没有谁 溶液完全冷却后 约10分钟左右 将白色结晶种子 均匀撒在小溪上方的溶液表面 注意 等待许愿水晶生长的过程中 可能会输验攀金现象 一定要铺好游戏垫 生长瓶 保持静止状态 水晶生长更快 这也太简单了吧 还有最后一项 注意 许愿水晶生长需要7天左右 这么久 水晶的刺非常尖锐 容易断 谨慎操作 不要用手指直接触碰 以免受伤 因为水晶可溶于水 所以需盖上盖子密封 放置干燥阴凉处保存 等它凉拓了 倒入这个白色的粉末 再把多余的水清掉 就成功了 好了 等了一个世纪 这个水终于完全都凉了 把这个白色粉末倒进去 24个小时过去了 换了一套新衣服 我们来看看这个实验效果怎么样 离远看 其实已经看到里面白白的水晶了 然后给大家放镜看一下 已经结晶了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晰一点 我们把水倒掉 看见了吗 绿绿的白白的水晶 已经结出来了 在石头上结的 好的粉丝小伙伴 让我玩的水晶小实验 今天已经给大家做了 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喜欢上期视频 可以帮忙点个赞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